每一个月我们坚持要有一个星期仪式 其实就想等同学在这个仪式当中 来到互相有一种情感上的学习 守住一个记忆的大悟 真理真相的大悟 国歌法的本地立法即将展开 国歌细章立入中小学教育 而法律去规管教学 是用心良苦还是别有用心呢? 在学校进行这些唱歌曲会不会是一种洗脑 难道你作为自己作为中国人 去学唱自己的国歌有个质疑吗? 之前几年我们都反对灌输式的国民教育 未来会不会说国内我又制作一个国教法呢? 对于香港教育的自主 或者我们本地的核心价值 这些都会有影响的 我会准备了一段影片给大家看 在影片当中会出现其中一首歌 请你猜猜这首歌 其实你平时经常听 但你可否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呢? 这帮小学三年级学生上进音乐堂 老师播放一套1935年拍摄的内地电影 《风云而泪》的片段 每一年学校都会安排三年级学生 在音乐堂学唱国歌 那你就要做四个拍子 即是一二一二 我们会由节奏出发 我们的同学都听到节奏船都比较激昂一些 一下子他自己本身对音乐会有一些感受 我们会教普通话教读 读的时候刚刚上课 我都会注重他跟着拍子读 听国歌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的礼仪呢? 缩纳 缩纳 还有呢? 眼睛要做什么? 望着 望着 你看看他们望着哪里? 国旗 国旗 都会跟他讲的 就是唱国歌应有的礼仪 对国歌有基本的一个尊重 下面有些图片就会说 有些同学在唱国歌的时候 他的态度是谁的态度是正确的呢? 牧下 太子 我远到我们人人 帮我们学都 祝祝全上 透露 上了一堂 学生又学会几多了? 叫我们传致和勇敢 还有呢 有叫我们遇到困难 不要放弃 我们要缩隶 然后看着剧 因为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三十年代初 面对日本侵略 中国民间宣扬共富国难的信息 《风云而旅》 就是一套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电影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是取自《风云而旅》的主题曲 《二勇军进行曲》 2017年 内地通过并实施国歌法 一共16项条文 之后还列入《基本法附件3》 由特区政府立法实施 年初 政府就国歌条例草案罕宪 立法会在上个月开始审议 《条例草案》主要有两个重点 第一 这个《条例草案》指明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 透过指引性的条文 让市民尊重国歌 第二 就一些公开和故意侮辱国歌的行为 定立刑罚 根据草案 任何人如果意图侮辱国歌 公开及故意 散改国歌歌词或曲谱 或者以歪曲或贬选方式 就唱国歌 职属违法 最高可以罚款五万元及入浴三年 这间小学也有一支升旗队 队员都是经过老师挑选的 每个礼拜接受暴粗训练 但就算缩纳起来 我是比别人更直的 挺直的 手是垂直的 领唱国歌的部分 可以唱得比别人大声 六年级学生陈嘉丽 加入升旗队三年多 担任慈旗手 慈旗手是拿着旗 确保它不会跌落地下 如果跌落地 就是对于国旗的不尊重 对国旗的不尊重 就是对国家也不尊重 你听到鼓声 你要把旗扔出去 那个动作你不可以慢吞吞地摔 又要非常干净地摔出去 自己国家创造出来的歌曲 可以震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要有爱国之心 还有要有团结 我们现在适章进行星期礼 请全体老师同学缩纳 学校每个月都会举行星期仪式 全校一起奏唱国歌 キ徒宜 乃以为orters人们 自己来国家的卓山国民身分的形同 讓大家知道國家的建立是不容易的 經過一些戰火才能夠有自己的國家 更加要令同學懂得對自己的局民身份有種認同 你要令同學真的能夠有一種愛國的心 其實更加重要是讓同學多些認識自己的國家 組織多些交流團 當他和內地的姐妹學校大家有種交往的時候 他會感受到原來我內地都有這樣的親人 根據國歌條例草案 規定教育局局長需要就著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發出指示 涵蓋學習國歌的歷史和精神 以及奏唱時的禮儀等等 有些人會比較擔心 在學校進行唱國歌會不會是一種洗腦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幼稚的想法 為什麼說什麼叫洗腦呢 難道你作為自己作為中國人去學唱自己的國歌 這樣東西是有得質疑嗎 現在教育局網站上面有上載國歌的背景資料 不少學校都會用來做參考 網站交代了電影《風雲兒女》的歷史背景是抗日戰爭 以及《義勇軍進行曲》怎樣廣位流傳 並且選為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由音樂家聶二作曲 劇作家田漢填詞 不過網站上面有關兩人的資料並不多 聶二1912年在雲南昆明出生 年少的時候對音樂有濃厚的興趣 他由田漢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他在日本游泳的時候餘暱身亡 田漢就生於1898年湖南長沙人 他既是詩人也有寫歌詞 是中國現代戲劇的開拓者 曾經參與創作《風雲兒女》 不過他最後的下場 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批鬥致死 我想田漢先生的遭遇 他原本有他們的思想 他去做他們的作品 誰知道在文革的時候被打成反革命黑五類 然後被迫害 我想這個歷史其實都是 在六七十年代中國文革的時候 一個不能迴避的歷史 其實是不是單純國旗、國歌、國徽 這些斬件式可以教導到呢 其實歷史應該是怎樣去學的呢 怎樣去公正、全面、正面、負面的 我們可以去學習教訓的 我認為是有些片面去認識我們的國家 對於同學去認識國家 並且給一個公正的評價 其實都不是一個有利的影響 現時本港的中學 大部分都是以校本方式教國歌 有學校在中史或者通識堂的時候教 而這間中學只會在每個月 升旗儀式的時候唱國歌 校長說等法例落實 可能需要調整課程 例如安排由音樂老師去教 立法之後 學校就要配合相應教育的要求 可能就會打算在音樂堂 教小孩再鞏固他們 就唱國歌的技能 唱國歌的技能 在中史堂 可能都會重溫國歌的歷史和意義 可能在普通話課堂的時候 也會重溫咬字會再準確一點 對於今次政府以立法規管教學課程 鄧校長認為做法罕見 用教育條例以外的法律文件 是要求學校教一些什麼 坦白說對業界都是一個新鮮的事 學校都要適應 但是接著會不會干擾呢 我就覺得會言之上做 因為我們就會看回在立法之後 教育局出的指引會是怎樣 以及接著在實際這條法例運作的時候 會不會是重溫處理 或者是重嚴處理 內地國歌法有16項條文 第11項提及 中小學應該將國歌 作為外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 但是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 有關教育的部分並沒有提及 不過有教育界人士仍然擔心 魔鬼可能在細節當中 他要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知道多少呢 教育局其實有沒有澄清 現在的國歌教育到底我們需要去教些什麼 要多深入、要多闊 這些其實到現在都是什麼都沒有說的 田方澤有類 今次以立法規管教育事務的先例一開 會有長遠的影響 我們今次可以透過附件三 整個國歌條例下來 之後一定意識形態的教學內容 你是否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去令到香港要跟從呢 例如說 之前幾年我們在那裡反對一個灌輸式的國民教育 那接下來會不會說 國內我又製造一個國教法呢 那你對於香港那個教育的自主 或者我們本地的核心價值 這些都會有影響的 撤會 撤會 早在2012年 政府提出以國民教育來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 不過課程內容被指偏頗 引發由學民思潮牽頭的反國教行動 它會是強行加一些字眼 例如學生面對中國 或者面對國旗的時候 一定要很感動 要哭等等 這些很極端或者很扭曲的事情 可能相對地在中國大陸很普遍 但對於我們香港來說 其實我們會覺得 不是應該用這種強迫的手法 那時候我覺得態度也很堅定 大家都會覺得 下一代好像要守住 都算是一個成功的結果 因為起碼我覺得那件事 是令到很多香港人 其實對於這件事的意識是有所提高 知道原來其實政府是會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黃紫月當年只是初中生 第一次參與集會 她之後加入學民思潮 在2014年國慶升旗的時候 她和成員刻意在奏唱國歌期間抗議 背向國旗 背向國旗 做了一個交叉的手勢 我表達自己對於政權的 所作所為的抗議或不滿 告訴這個政權 其實你不是理所當然 就可以得到一班人對你很愛國 今年她就讀大學三年級 她承認自己的國民身份意識薄弱 我覺得一來不應該立法 也不應該在教育上去執行這件事 因為本身 特別在香港 不是一個完全民主社會的地方 其實有這樣的法例 其實是很危險 因為我們不會知道 其實政府會不會用這些法例 去打壓意見的人 小朋友來說 其實應該是一個開放或批判的態度 讓他們認識中國大陸 我尊不尊重國家 其實不是我學了些甚麼 或者不是你有沒有那條法例 而是國家本身值不值得同學去尊重 我想這一個才是真正核心的問題 是國內政治民生等等的狀況要處理得好 而不是這樣做一條法例影響那麼大 有些人沒有了記憶 也是一個廢人 一個社會沒有記憶 沒有歷史感 沒有文化感 這個社會也沒有前途 幾十年來 他守護數以十萬計的歷史檔案 他是政府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 今集經緯人物志的主角 朱福強自小對歷史有濃厚的興趣 六九年中學畢業之後 決定到加拿大修讀歷史 令他走入鑑定檔案的大門 因為那時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時中國發生了很多事 六年代文化大革命 我有一種很強烈的好奇心 究竟想看看 究竟中國的歷史 是中國發生甚麼事 為何會走到這樣 有些人想去找一個答案 我想在歷史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答案 八十年代初 政府擴展檔案處增聘人手 朱福強當時回流香港加入政府 成為第一批本地助理檔案主任 我初進去的時候 除了檔案館的創管者 Ian Diamond 他是一個專業的archivist 另外一個同事 港大畢業生 他是一個專業的 他是在澳洲讀過的 政府檔案總類多不升數 怎樣鑑定要保存 還是扔掉他 好效功夫 我們一個小小的檔案主任 根本哪有認識那麼多 所以是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請教人 所以當時我都去找大學一些 教育社會學和政治系統 和大家商量 我也有一次經驗就是 後來為何會促使我讀法學位 就是因為我看很多填土檔案 公司註冊檔案 很多法律文件都看見 做鑑定 排山倒鄉 怎樣 怎樣 扔不扔 不扔又怎樣 你的檔案有多大 扔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 自己下定決心 嘗試去讀法律的學位 我真的去讀法律的學位 讀完之後 回來之後 我對法律上的文件 認識深了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有信心 去決定公司註冊的檔案 或者填土檔案 哪些部分可以扔 哪些是需要保留的 在政府檔案處做事 不僅是埋手檔案隊 朱福強和同事站得更前 利用專業知識 幫助參加二次大戰軍人的遺伤 香港這樣的 有一個叫做國殤基金 就給了很多在戰時的遺伤 給了一些救濟金 但是士兵的遺伤 他要申請 一定要證明到他的丈夫 是當時參軍 但老實說 之前的檔案都燒毀了 我們的工作要看這些 申請者的遺伤 雖然各殤基金給的錢不太多 但我們都盡心盡力 幫他們找殘餘的證據 證明他的丈夫 參加過香港武衛戰 受過傷 坐過牢 有需要的時候 他還幫人尋親 當時在外國住的時候 突然寫上來問 我在很小的時候 已經被人賣了 過計了 或者被外國的屋去 靈養了 我想找回親父 我們都試過幫那些人去找 去找 去找找 看他當時最最後的時候 他的親父在哪裏 在我們當時來說 我們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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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就不自覺走多很多步 不是我們一定是指定的工作 但你做一做一做 你會這樣自然 記不記得我上一課說 你不可以看那些 secondary source 2007年退休之後 71歲的朱福強並沒有停下來 一方面 推動政府訂立檔案法 還在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檔案學 培養新一代的檔案專家 那現在的檔案會不會在英國的檔案處 會不會在英國的檔案處 他說檔案工作者 經常都會因為檔案存費的問題 和上級有衝突 他們必須本住一份使命感 才能夠對得住社會和歷史 你不能夠當這份工作是公務員 意思是政府說你燒檔案 你不要這樣 閉上眼睛就燒 封骨 我真的不敢說 我是很勸勉 我那些所謂後進之媒 他們是守著一個記憶的大門 真理 真相的大門 這件事是無法妥協的 政府這個檔案 可能牽涉到很重要的政策 可能牽涉到很重要的錯失的政策 有些政府的官員 可能不想留下 對他們來說很不利很尷尬 我們作為一個檔案工作者 守著這個大門 很多時候我們會和他們有意見不合 所以我們經常說 這是一個遺忘與記憶的鬥爭 那是一個遺忘的 開始找夥看